Hello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期视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台机器 这是索尼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 这个A7S第三代的全新的微单的相机 大家讨论的都非常的火热 关注度非常的高 我自己也是 但是我在这台机器刚刚发布之后 看过很多YouTube上面的一些评测 包括一些深度的使用体验 觉得这台机器其实它并不太适合我自己平时使用 因为它主要的功能还是在视频拍摄性能提升上 当时我平时照片和视频都要拍一些 加上我之前买的这个佳能的R5和R6 基本上已经满足我平时的需求了 所以其实A7S三这台机器 我也并没有在第一时间预定或者是购买 但是为什么现在我拿了这台机器来用呢 主要是因为正好我这两天接了一个商业的单子 主要是以拍摄视频为主 我手头上只有我现在正在用的这个A7C 我觉得A7C它的视频的功能不太能够满足这个拍摄需求 所以就租了这么一台A7S三代 这两天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一直在使用 所以我也想看一下 是否我当初只是纯粹的看别人的评测视频 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跟我实际真正使用这台A7S三的体验是一样的 那么我还是像我之前的视频一样 先做一个总结 我认为A7S三这台机器 仍然不太适合我这样的这个照片和视频 都拍摄的人来使用 而且我认为A7S三这台机器 对于我来说的 它并不如R5和R6 那么就有通用性 它的很多的一些视频的规格 一些性能上面的话 并不像某些评测视频 也不知道能不能说它是评测视频 吹的那么好吧 我自己有购买这个A7S一代的机器 非常的惊艳 主要是它的高感的能力 但是A7S三代这台机器的 似乎它的这个高感的能力 并没有看别人视频吹的那么好吧 实际使用以后会有一些体验上的落差 而且它在某些性能方面 甚至还不如我现在正在用的这个Sony A7C号 所以我大概总结了这么几条条件 如果你符合这些条件的话 你可能会比较适合A7S三这台机器 首先第一点就是 如果你受不了之前索尼的相机的菜单的话 A7S三代 它这回完全全新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菜单 我认为就是彻底解决了之前 我吐槽了很多索尼菜单的一些诟病 我之前有专门出过一个视频 讲过为什么索尼的相机 它其实系统不好用 但是由于它的性能太好了 在当时的情况下 就是不得不选择索尼的相机去用 但是加能出了R5R6以后 把加能自己的这个拍摄性能的短板 补上以后加上加能的菜单 那就是一台比较完美的机器了 那索尼这边A7S三更新了这个菜单以后 索尼也把自己菜单方面的一些短板 给填补完美了 所以如果你对于这个菜单的使用体验 要求比较高的话 我认为A7S三代这个菜单的更改是比较好的 具体的详细信息我在后面会慢慢讲 第二点的话 就是如果你有这个拍摄4K60帧 以及4K120帧的这个需求的话 A7S三代它所提供的这个4K60和4K120的 一个拍摄的能力呢 是非常牛逼的啊 所以如果你有这些拍摄需求的话 可以买这台相机 第三点的话是如果你经常拍摄LOG的话 使用SLOG2 SLOG3或者是HLG的话 那么你是可以选择这个A7S三的啊 它在LOG模式下的这个高感的表现非常好 但是如果你不拍摄LOG的话 你会发现这台机器 其实它的性能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啊 具体详细信息我也在后面会讲 然后就是这台机器的高感啊 如果你的拍摄环境经常需要 让你的ISO在12800以上 那么这台A7S三代相机也是非常厉害的啊 就看你们平时的拍摄需求 有没有符合这些条件 其实言下之一啊 如果你只拍4K30帧 或者是不拍摄SLOG 或者是不会在ISO12800以上拍摄的话 这台机器其实 不管是从对焦性能 还是说画质上来说 跟A7C啊 甚至跟佳能的R6来比的话 区别都不是很大啊 得出刚刚这些结论呢 也是我这两天一直在使用 并且做了很多对比的测试 才总结出来的 最终我还是认为 A7S三这台机器呢 还是不适合我啊 这样照片和视频都拍摄的人来使用 因为可能我对于视频的拍摄的要求 并没有那么高 但是对于照片的拍摄 还是有一些要求的 不过呢 我在使用A7S三这几天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我认为啊 这台机器也是可以去预先一窥 将来索尼肯定要发布的 A7第四代 这台机器的一个前瞻的一台机器啊 如果我刚刚说的那些 比如说啊 4K60 4K120 或者是高感不太需求 或者是不怎么拍LOG的朋友们 但是你有想用索尼的机器的话 或者说如果你对于佳能的R5 R6不感兴趣的话 在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 我认为等一下索尼的A74 可能会是一个更明智的选择啊 好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机身啊 这个机身的话 虽然说它是A7S第三代的机器 但是它的这个整个机身 实际上是A7R4的一个机身啊 虽然A7R4已经被我卖掉了 但是我也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对于A7R4机身很熟悉 包括它后波的这个设计 它是一个露出式的 很大的AF-ON 以及重新设计的这个摇杆啊 包括侧边的这个SD卡的门啊 以及右侧的这个手柄啊 就是拿起来非常的饱满 非常的宽大 整个这个感觉 它就是一个A7R4的机身啊 所以呢 我相信索尼的A7第四代的话 一定也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但是跟A7R4有一个巨大的区别 就是它是一个侧翻屏啊 你可以看到啊 万年索尼不佳的这个侧翻屏啊 在A7S三代上面加入了 不管是拍视频也好 拍照片也好 它相比于只能上下翻转的屏幕来说 拍摄这种纵向的人像照片的话啊 这个侧翻屏真的是太方便了啊 这个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我就不想再重复了啊 拍视频它也有好处 就是假如说你要拍摄一些抖音啊 或者是快手上面的短视频 大家都知道 现在这些视频都变成9比16了 而不是说16比9了 就是纵向的拍摄 那么你有这样的一个纵向的翻转屏的话 你也可以从一个比较低的角度的情况下 来方便的拍摄这种视频 像我之前跟大家之前发布的这个 RS-Z2搭配的时候 你用这个提壶模式 从比较低的角度去拍摄 纵向的视频的时候啊 你有这样的一个侧翻屏 真的是会方便非常短 所以呢不出意外的话啊 A7四代肯定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侧翻屏啊 包括富士 也在很多新的机器上 都加入了这样的一个侧翻屏 就说明呢 这个侧翻屏真的是一个大趋势了 其他方面的话 这个机身就跟 A7R4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了 比如说视频录制按键 从原来这里切换到这里 那你可以比较方便的去开始拍摄视频 当然你也可以把快门按键 去设置成这个视频录制按键 那电池呢 也依然是使用之前 非常经用的 这个FC100这样的一个电池 反正续航真的是很厉害 我两块电池拍一天 绝对是用不完的 那侧面的这个接口的话 也是非常丰富了 这回A7S3呢 把这个麦克风的接口 直接放到最上方 当你插入麦克风的时候 这个接口实际上是不会挡住这个测翻屏前后旋转的 那下方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全的接口 监听的接口 Multi的一个接口 还有USB Type-C的接口 那前方的话是一个全尺寸的HDMI的一个接口 这个很多人非常的喜欢 之前像A7S3啊 就是它那个MicroHDMI的一个接口 经常会坏 这样的一个接口也是很好用 反正机身外观的话 就除了这样一个测翻屏以外 其他没有什么好讲啊 那我主要是现在来讲一下这个新设计的菜单 这个菜单真的是让我惊艳的 实际上我在之前看别人的评测视频的时候 感觉上好像这个菜单虽然说重新设计 但是并没有那么好用的样子 但是我真正自己在用这个菜单的时候 我发现哇真的是好用太多了 首先你可以看到这个菜单的布局啊 已经彻底革新了之前我吐槽的很多的问题 把原来这个横向的菜单变成了一个纵向的 并且有层级的一个菜单 如果你看过我讲松下S1或者是尼康Z6的相机 我有专门的详细的讲过纵向菜单的好处是什么啊 它相比于之前索尼横向的菜单 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是有一个规划了 我以前要找索尼相机的某一个功能 会非常的恶心 就是你那个菜单 前前后后你找你不知道它是第几页 但是呢这回你可以看到索尼把几乎所有的菜单的选项 全部进行了一二三级的规划 以前的话就好像我们所有的文件都平铺在桌面上一样 但这样的一个整理以后呢 就好像把这些文件啊或者照片就按照日期 或者按照类型进行分类 那我找起来就会非常的快 比如说我要更改这个对焦 我首先在对焦的这个菜单下就可以进入自菜单 那么我可以更改这个对焦的模式 对焦的区域 人脸识别 对焦辅助 等等你可以看到 就是一切跟对焦相关的东西 它都在这个姿态单下面 或者是我要更改这个比如说ISO的设置 那肯定是跟曝光相关 那我就可以在这边找到所有的ISO的设置 以及动态范围优化 或者是图片配置文件 或者是曝光的一些显示板码线 以及白平红的设置 这都是跟曝光有关的 所以它这个菜单的重新的规划 非常的符合直觉 那比如说我想更改 这个相机的显示模式 那我就可以找到最后一个菜单 这边就可以找到显示屏的亮度 或者是这个显示屏自动切换的设置 我以前要找这个设置 我要找到这个叫做Finder Monitor的东西 这个Finder Monitor 它在不同的索尼相机 它的位置都是不一样 那比如说某些选项 你像媒体 我需要格式化SD卡 或者是修改这个SD卡 不同的存储的模式 之前这几个选项都是分开的 而且放到比较后面的菜单 那这回是放到比较前面了 包括文件夹的一些设置等等 你都可以看到 重新整理过的这个菜单 应该是听取了很多用户的这个意见 那么重新规划这个菜单以后 你就可以非常轻松的找到这个菜单 所以我觉得这个菜单的重新设计 真的是颠覆了我对于索尼相机的印象 那用了这个菜单以后 我就觉得索尼这个相机 终于这个菜单非常好用 我欢迎大家的话 可以自己来尝试用一下这个菜单 我觉得如果你用过尼康 富士或者松下的菜单的话 你会发现索尼这个菜单 真的提升非常有档 不光是它的规划整理 更有逻辑 它的一些很细节的地方 比如说自定义按键 你看我找自定义按键 我直接在最后一个菜单 去找这个自定义按键的操作 找起来非常快 具体里面自定义按键的设置 你可以看到 它机身上提供了很多的按键 对吧 不同的位置 它有区分 进去以后 你可以看到它自定义按键 所能够提供的功能 它也是由这样一个菜单去规划的 那我就可以非常轻松的找到 我想快速的更改 曝光方面的一些快捷键 或者是对焦方面的一些快捷键 我这边都可以快速的去寻找 通过这样的一个非常仔细的归类 找起来非常的快 或者是你可以看到 它第一个菜单是这个自定义菜单 在自定义菜单下面 我添加项目 在这个项目本身 它也重新做过了一个规划 那我找起来也是非常的快 所以呢 索尼这回终于是在各种各样用户 讨伐的过程当中 把这个菜单重新设计了 这个真的是点一个大大的赞 那么不光是这个菜单 重新有一个规划 而且它的反应速度 明显要比之前的相机快很多 因为我最近一直在用这个索尼的A7C 我觉得这个A7C的菜单 真的是跟之前的A7C什么菜单 反应就是一样的 很满的跟佳能松下就完全没法比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刚刚在修改菜单的过程当中 这个前后的层级 在不断跳动的过程当中 它的反应是非常快的 非常跟手 所以我觉得这个菜单的速度的优化 也是让这个菜单 用起来更好用的一个很重要的提升 并且我再说一点 我之前在松下S1的相机里面也讲过 因为 它有个大菜单 有个紫菜单 有个二级菜单 松下S1就可以分别通过机身上的 前波轮后波轮 以及后面的大波盆 后面的大波盘来分别的控制 这三个层级的菜单 那么这回A7C S3的话 你可以看到 前波轮控制第一级菜单 后波轮控制二级菜单 小波轮控制第三级的菜单 这是第二级菜单 这是第三级的菜单 所以三个波轮分别控制的三级菜单 这也为A7C S3这个菜单 用起来更舒服 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不光是这些提升 索尼这个菜单终于是可以触摸了 你可以看到触摸的反应也是非常的快 并且上下菜单的滚动 你可以看到反应也是非常的灵敏 包括外面的Function menu 也是终于可以进行了一个触摸 而且反应都是非常的灵敏 非常的快 用起来没有任何的延迟 我终于对索尼的菜单 能够抱以一个赞赏的心态 说明菜单的更改 它的反应速度的提升 是有目共睹的 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如果你对之前索尼菜单 非常深恶痛绝的话 那我相信A7S三代的菜单绝对能够让你非常的满意 当然了 之后索尼发布A7第四代的话 一定也会用上这样的一个调整起来非常方便 也可以触摸的菜单 然后我接着讲这个系统 我认为第二个最大的改变就是 虽然说A7S三代 它是主要以拍摄视频为主 但是如果之后索尼发布A7第四代 也用上这个菜单的话 那么照片和视频的设置 分别的存储就非常的重要了 从这个菜单上的话 我希望大家可以注意最后面这个紫菜单 它在最前面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个标志 有个像胶卷这样的一个小图标的话 这个设置就是专门针对于拍摄视频的一些设置 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播到这个照片模式的话 你会发现某一些选项前面会有一张画里面有个小山这样的一个图案 这个就是专门针对于照片的一个设置 如果是前面同时有这样的一个小山和胶片的设置的话 这个就是同时针对于照片和视频的设置 之前索尼相机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些设置的话 我拍摄视频的时候是需要的 但是我拍摄照片的时候是不需要的 那我在拍摄照片的时候更改这个设置的时候 视频的设置也会被更改 这个就非常的恶心了 这回HS3的话在某些比较关键性的设置上的话 会把照片和视频的设置给分开 这个就像我之前夸过的尼康的Z6以及松下的S1 如果你经常会切换照片和视频的时候 这个设置就不会相互干扰 而且这回HS3也增加了一个设置 在这个下方有一个叫做静态动态不同设置的功能 这个功能很重要 就是它可以让你决定以下哪些设置 是在照片和视频模式当中分别保存的设置 比如说拍摄照片的时候 用比较高的快门速度 但是拍摄视频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是用跟视频帧率相关的速度 比如说60分之一或者120分之一等等 或者是ISO 你可以在拍摄照片的时候决定这个ISO是自动ISO 但拍摄视频的时候可以让它手动设置这个ISO 这边都是可以设置的 那么其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设置就是照片配置文件 这个照片配置文件为什么重要 是因为我们在拍摄照片的时候 几乎很少会使用S-Log2 S-Log3来拍摄照片 所以这个照片配置文件 我正常情况下 在照片模式下一般都是关的 当你这时候调到视频拍摄模式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个配置文件是变成了 我们之前选择的S-Log2 S-Log3 对吧 这时候你是拍着一个灰色的视频 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照片视频 所谓的静态和动态不同的设置的功能的话 终于可以让我非常快速的在照片和视频模式切换的时候 也不会相互影响 因为有时候在拍摄一些活动的时候 可能要一些照片 可能要一些视频 有个这样的功能的话 我就可以快速的切换 而不会受到某些设置的干扰 非常的方便 当然这个设置对于A7S3来说可能没那么重要 因为它主要是拍摄视频 但是如果你想一下 你用的是A7S4的话 那这个设置就非常重要了 经常在照片视频来回切换的时候 就非常的方便 那么在设置这里面的话 还有一个功能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它是在最后里面 有一个叫做保存和加载设置 这个设置我估计应该是新的 因为我之前在A73 A7R4 包括现在A7C上都没有发现这个功能 就是它可以把现在所有的设置 保存到SD卡上的一个文件 你可以把SD卡拿到其他的A7S3上面 再加载 就可以让两台相机的设置是一模一样的 我记得松下的相机是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但是这回这个保存和加载设置的功能 应该是第一次在索尼的相机上出现 我相信之后A74的话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说了这么多这个菜单的更改的好处 吹了半天 但是它也有一些我发现的不太好的地方 首先比如说这个翻译的问题 有些菜单的翻译我觉得很奇怪就没法理解 比如说这个白平衡模式现在有个什么减震 white balance wb 你就不知道这个是啥意思啊 你就必须要点到这个问号按钮 就来看一下啊 他意思说相当于减缓这个白平衡变化的速度 所以这个应该不叫减震 应该叫做减缓 这样翻译可能会比较好 还有一个翻译呢 比如说什么AF射体转移敏度 这些就是很奇怪的一些翻译啊 但是这些翻译的难以理解的地方不多 至少比之前索尼很多的相机的翻译要好很多了啊 希望之后如果有可能的话 更新固件来提升这样的一个可阅读性会比较好 或者是更符合中国人理解的一个中文会比较好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发现他这边的菜单在退出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是左右来进入或者退出的 这个是跟之前富士松下尼康的相机是一样的 但是呢在某些菜单的时候 他是需要使用menu键来退出的啊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菜单 你按左是退出不了了 你必须要按menu键来退出 但是如果你在这个主菜单按menu键的话 它是直接退到最外面了 它不是说啊这样往上一级别退 所以呢这个menu键的它的功能啊 在某些选项下它是不太一致的 所以我不太清楚索尼为什么这样设计啊 有时候我会发现你这个选项你是该按menu按键的 还是该按左会产生一些混乱啊 希望索尼之后能够优化一下这个menu键后退的这个功能 还有一个就是虽然hs3的话 它的屏幕是可以触摸的 但是呢比如说在某些需要输入字母的地方啊 假如说这个更改这个文件名的设置啊 它这回是可以设置这个文件名的但是在这个位置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输入还是这样的一个九宫格 呃就很奇怪 为什么不像加能一样做成一个就是全键盘的一个模式呢 所以这个虽然说可以触摸但是感觉还是有点怪怪的 因为我平时还是习惯用这个全键盘模式啊 但是有了这个触摸屏以后这个输入字母的速度已经快很多了 像之前必须要啊我这边大写 然后这样然后123啊 输入一个c要按好几次 我大概要输入一个东西的话可能按几十次才能输入 你像这种标题你改完一次还好 假如说你像有些功能 比如说ftp传输功能这边你需要做服务器设置 服务器设置它里面啊这边要输入很多东西 你在这边你用这个按键去一个一个敲 确实是非常麻烦啊有了这个触摸屏以后呃好了很多 但是我希望最好它能够有一个全键盘的设置啊 用起来会更舒服一些 好然后再说一下上面的这个拨盘啊 那因为hs3主要是拍摄视频的一个机器啊 但是呢它的这个机身的设计的显然是跟hr4是一样的 就是兼容了视频和照片的设计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些什么msap对吧 这些都是拍摄照片的一些模式 但是在hs3的话 实际上你基本上不会用的这几个模式 主要是拍视频的话 你基本上只会打到这样一个视频拍摄的模式 或者使用sqn123 这样的几个自定义模式 所以这个拨盘的设计呢 很显然索尼并没有专门针对于hs3 主要以视频拍摄为功能的相机来做优化啊 那么这几个按钮如果能够做成 比如说视频拍摄模式的这个p档a档 或者是sm档的话 那么你就不需要在这个菜单里面 专门去选择这边啊在视频拍摄模式时候 使用什么样的一个曝光程式了 当然这也可能是索尼为了就是同步 这三种机身而不得已做的一个决定 但是我相信a74的话 这边的这个msap肯定是用的更多 所以这样的一个设计 在a74上可能会更自然一些啊 好吧 那么这个菜单方面的话就讲到这些 就你可以看到这个hs3的菜单 就提升了非常的多 并且呢你也可以知道未来将发布的a74呢 如果用上这一套菜单的话 索尼这个相机它的用户体验 以及使用的便利性上会提升非常大 以及啊能够追上佳能或者是松下 这样的一个水平 然后我们就接着讲啊 使用当中的性能啊 首先我要说一下这个a7s3非常不重要的 这个照片拍摄啊